各位同学,三角函数的微分其实是不困难的 只要我们走出了第一步 就是我们证明了sine的微分是cosine 如果证明了这个以后 因为六个三角函数关系环环相扣 我们都可以利用了一些基本的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全部给它推导出来 那么有一个地方我们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学习反三角函数的微分 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反三角是被硬做出来的 我们必须要能够符合一对一这个条件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有给它做了一些限制 各位同学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三角函数的微分就可以学得非常好